嗨嗨嗨大家晚安 好今天 阿峰他有事 所以就会我来分享 那我们今天一样就是会跟大家分享 最近的一些AI相关的时事 那最热门的当然就是 ChairGPT他发表了 就是他们发表会之后 推出了很多新的资讯 就比如说他可能可以阅读的长度更长 然后甚至他把多模态做整合 就可以同时像过去纯文字的内容对话 然后联网功能 然后插件功能 然后或者是图片生成 他全部都整合在一起了 那但最重要的就是 还有他资料也更新了 从2021年的9月 现在是变成2023年的4月 然后再最重要的是GPTS 就大家可以透过 就是直接对话自然语言的方式 来去打造自己的一个机器人 那而且未来这些机器人 其实是可以上架到类似 现在可能手机的Apple Story 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给更多人使用 甚至他们可能还说 未来有机会可能可以提供 类似像分论的机制 那会想特别分享GPTS 是因为就这段时间也都在玩 然后也看到很多人 就是在分享这些应用的经验 除了其实GPTS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的很经验外 这次出来其实又引起了 另一波大家的觉得很厉害的地方 是因为它让我们可以 比较很轻松的去架设各种 专业的 就或者是说擅长各种 比如说可能我过去想要 一个擅长行销的机器人 那我可能会是 比如说我指定一个角色 你是行销专场 那 然后你针对我提供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你要提供我什么样的建议 然后怎么回复 就是每次要去做 就是请他给建议的时候 我们都要下一次这样的prong 然后或者是 只要隔一段时间 要再去用的时候 就要重新再下这样的prong 那每次这样用 其实很麻烦 而且其实你可能也没办法 给他一些你现成的 比如说文件资料 来去让他变强 但现在去PTS 就可以抓到这件事情 假设我 假设一个机器人 可能行销专家 那这个行销专家 我就可以设定他 就是在他的介绍里面 就介绍他说 他是一个行销专家 然后他擅长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他可能会用什么样的风格 去回答问题 然后他看事情的角度会是怎么样 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很详细的 去把它设定下来 那你就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角色在 那甚至你还可以 就是传给他一些你的 可能资料 比如说 你自己其实本身可能 或者是说 有一些行销相关的资料 你想希望他参考这些东西 去回答你的问题 你也可以提供给他 那你就等于打造了一个 专门的行销专家 去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举例来讲 我自己有制作类似 制作过一个机器人 他是我做新闻摘要用的 那过去可能 我请他做新闻摘要 我可能会丢给他一篇内容 然后同时我还要叫他说 你要依照什么样的格式 去帮我摘要这篇内容 但是因为 这些东西就依照什么格式 我都已经设好了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可以丢任意一篇文章 我什么都不用讲 按下Enter 他就把这篇文章摘要 或者是因为他有联网功能 所以我可以 直接丢一个连结给他 那他在看到这个 就是他在读取完这个连结之后 他还会同时把里面的内容 摘要出来 那除了摘要之外 他其实也可以 像做到我们以前做的 就是比如说翻译 比如说 这个翻译比较特别是说 以前可能 我们可以指定就是说 他任何的回答 都使用繁体中文 那这个时候 不管丢进去的资料 是英文 韩文 日文 他都只会用繁体中文回答你 所以你也不需要 特别告诉他说 这个资料是什么 他会自己去自动去辨识 那这件事情其实 就可以帮我们省下 非常多的时间 然后 我们可以针对自己的工作 去打造出几个 可能可以解决自己工作的 机器人 就是比如说你的工作 刚刚讲到行销机器人嘛 你工作可能常常需要 有人给你行销的建议 电子发想 或者是说 你常常要针对 比如说资料分析 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资料分析的机器人 那个资料分析的机器人 他可能 你可以设定给他一些 背景资讯 那他就会 他就会比较好的提供 你想要的内容 那这边 这边还有就是 大家如果在 使用上 目前来讲 建议就是 还是不要上传太隐私的资料 或者是你的prong 不想要被人家知道的话 其实 就先不要用 因为 现在很多 很多这种机器人 他其实都会被破解 大家都知道 你背后是怎么样去 制作你的机器人的 所以 或者是说 可能可以读取到 你填写的一些资料 所以比如说 可能太私密的资料 那就不要放进去 比如说什么账号密码 这种东西 就千万不能放 对 那因为有可能就会被读到 好 再如果大家可能 想要知道说 比如说 不知道怎么嫁 或者是说 想要知道别人嫁的 就是 机器人都是 什么 那这边分享一个 查询 查询GPTS的GPTS 就是很老口 我贴在社群里面 那 这个工具 它 它就是一个GPTS 那 你只要输入任何 比如说 你想要 找资料分析的 相关的GPTS 那你就告诉他说 呃 我想要 就甚至打资料分析 就可以了 就是 或者是说 我想要资料分析的GPTS 请你推荐给我 那 他就会从资料库里面去 爬 有哪些 就是相关的 因为他会从 那个机器人的名称 跟简介里面 去知道 说 这个机器人 他是做什么的 所以 呃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推荐给你 那这个我觉得算是 因为 现在很多 现在商城还没有出来 所以其实 我们 除了看到大家 就是私底下分享之外 比较难找到 就是一些公开的 机器人 那这个我觉得是 目前来讲 比较方便 比较及时的 方式 然后也推荐给大家 然后这边也想 分享一些 就是我自己 在 使用上的 经验 对 就 在架设的时候 就是 也有一些经验 然后 可以分享 那如果 你想要架的话 其实 他 他就很简单 其实就是 如果你有付费 那通常 讲有更新的话 他在左上角 就是可以找到 呃 就自己的 那个 GPT的地方 然后他可以创建 那在创建的时候 他 很特别 就是他用自然语言 创建 所以 你跟他的创建方式 会是 用对话的方式 他就会说 他就会先跟你打招呼 说 我将帮你创建一个 你好 我将帮你创建一个 新的GPT 那他又引导说 呃 你可以怎么样跟他讲 那他 他会先用英文讲 但如果你就是 你需要让他用中文回答 其实你就可以 直接告诉他说 哦 那 我想要 呃 中文 就是 你跟我用中文对话 然后他可能 或者是说 你就直接开始打中文 那 他就会 接下来对话 就跟你用中文 那 通常来讲 就是 我们会 把它拆得比较细部 走 不过一次 就是可能 把所有的想法都丢给他 可能会先告诉他说 哎 先概念 我想要打造一个 呃 有能有心 可以给我提供我行销 呃 分析的 专业的机器人 好 就这样子 那他可能会先帮你取 名字 哦 帮你机器人取个名字 然后 甚至是 跟你讨论说 哎 你的头贴要怎么设计 你可以请他直接生成图片 那他就帮你替换头贴 然后帮你打上简介 那接下来就 可能可以跟他讨论说 他可能会问你说 那你还要他做什么 那你可能就说 哦 我希望他可以在我 呃 丢给他一些点子的时候 可能告诉我这个点子 实际的可行性 跟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哦 那他就会把这件事情理解 然后把 用到他的配置里面 然后接着他可能还会再问 那你还没有什么 想要让他了解 哦 就是说 那接下来你可能就提说 哦 我希望他都用什么样的格式 去回答我的 呃 内容 那 那 那你就可以跟他这样讲 哦 告诉他什么格式 然后甚至是 哎 你后面想到说补充说 哦 我希望他都用繁体中文回答 等等的 就是 一步一步的 把 东西丢给他 他会比较好理解 因为就是 有时候我们塞给他太多东西 他可能比较 呃 他也需要时间思考 对 那在配置那边的话 其实就是 指示的部分 就是他主要 呃 执行 参考的东西 就是指示 对 然后再来 他比较特别就是 他有一些开场白 那这个开场白就是 呃 要给大家 用的 就是大家可能有些人 有玩过GPTS的话 进去 有些人可能 呃 刚进去有一些按钮 就是说 哎 你想要了解什么 或是你想要按什么 跟他对话 那你就点击之后 他可能就会 这算是一开始的引导吧 就是有时候我们就像客服机器人一样 你一开始不知道问什么 然后 呃 可能这个品牌方 他的客服机器人就给你一些建议 然后你可以问这些 我可以回答你这些 内容 类似像这样子 那 那这边还有就是知识 就是knowledge 知识的部分 知识的部分就是他可以上传 档案 那上传档案部分的话 通常来讲 他呃 目前还不确定就是他的极限 就是有时候字太多 或者是说 有一些格式的档案 他可能就会 呃 读取失败 对 就是 就是 都有试过 然后也有测试过说 呃 其实 除了 文字之外 他也可以读到图片 就我有尝试过 就是 你档案上传图档 大家可以知道 这 这个图是在描述什么 那 举例来讲 我应用方式是 呃 我们自己设计有 IP角色 那 我希望他可以帮我 针对IP角色去发想故事 所以我就把我们几个IP角色的图 都放上去 那 他可以看得懂 我的角色长的 外观 大概是什么样子 哦 比如说可能 什么颜色 然后身材 大概是怎么样 那 他懂这个之后 你就可以给他一个 呃 可能指示就说 诶那 你在发想故事的时候 其实可以 比如说 针对可能身材啊 或者是颜色啊 这方面去做 其中一个参考的 发 呃 发想 就是会有 他会有更多元素 可以去应用 那 呃 再来的话就是 像图 呃 这边就是资料嘛 就是文字 然后我们可能常见 就是TST档啊 PDF档 他其实都可以读 然后他基本功能也都有 比如说他可以勾选 开启网页浏览功能 那网页浏览功能的话 就可以浏览到一些 网络的资料 或者是可以读取你的连结 那这个可能连结部分的话 其实有时候也要看 因为有的网站可能会打 那 有些连结都没办法 然后再来就是你需不需要 它有图片生成的功能 然后再来就是代码解释器 就是呃 可能资料分析 就是他把过去 他整理在 这边 然后这边再分享一个 我之前用代码解释器做可以 但是现在做呃 不太 比较没有成功 但是可能是他的一些 就是不确定是bug 什么 就是过去我可能可以上传一张图片 然后再上传字体 请他把文字放到图片上 但是呃 目前用知识 就是哪里绝部分上传档案 是没办法去呃 读到或者是说使用的 对 是使用经验分享给大家 然后 再来如果大家想要更进阶的玩 就是有一个叫A选的 对 就是我我也只是有稍微玩笑 因为他就是比较复杂 那他可以串接一些 像Zephyr 就是自动化工具 那举例来讲 自动化工具呢 他可能可以串 呃 比如说YouTube 那 呃 我有看过别人做过 就是他串了YouTube之后 你可以 读取 就是 呃 丢YouTube连接给他 然后让他帮你摘要影片内容 或者是说 呃 我有看过就是 呃 丢 有想想 哦 比如说他可能可以跟Google calendar 就是日曆 然后或者是说你的一些 呃 比如说你的工具 去联动 那联动之后 他就可以读到里面的资料 那连到 读到里面资料的话 你就可以针对里面资料 可能去做一些 呃 读取 然后或者是说 去做一些 呃 新增等等的 但这就要看你的自动化工具 串什么 对 他就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可是刚刚先刚讲的一样 就是如果太隐私的 还是必要 就是 因为有可能 比如说你连接分享给别人 别人可能也可以 呃 去使用这个功能 对 然后再来是 呃 自己也有看到一个 就是因为我有在尝试 就是去背功能 嗯 去背功能 这个东西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可能可以请他生成图片 那我自己用是没有到 效果很好 但是有 看 有用过别人的 他效果是蛮不错 就可能输入给他一个词 那他就生成一张图片给我们 然后生成完图片的同时呢 他会把 图片的比如说生成一只狗狗 那他会把狗狗之外的其他地方 给他就是去背掉 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个 去背好的PNG档 就是下载下来 然后直接使用 对 那他用的是 呃 OpenCV就是 他本身有内建的一个就是 工具 但我自己用是没有去的很成功 但是我想可能是我的Prom 就是下的 可能下的没有很清楚 或没有很好 所以他可能在去背的时候 就是 呃 会 会搞错 就是所以他图片出来的效果 没有很好 对 那我自己也有尝试过去接一些 可能 去背的工具的API 那 在串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 呃 发生几个问题 就如果大家可能 之后可能会 搞不好类似的工具 会类似的问题 就我们在 TradeGPT上生成的图片 他是Web 呃 P的档案 就是网页档案 图片档案格式 那像是一些去背工具 他可能都会限制档案格式 是 PNG档 或JPG档 所以像我这样串接的时候 他就是因为 没办法 档案格式不对 他就是一直 失败 对 但我可能之后会测试 尝试说 也许能不能可能 能串多少工具 比如说先转档 然后再 转完之后再去去背 对 但这就整个过程 就会变复杂 好 然后这是 呃 一些用的 心得 然后 看一下 好 然后再想分享的是 前面有提过就是 他这次有 呃 多么太整合 就是我们可以把 呃 纯文字连网 然后或者是图片 判读 然后或生成 这些都是组合在一起 那组合在一起 其实 呃 可以有什么比较好玩的应用 是 我自己就是可能试过 或者是说想到的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也可以玩玩看 像是过去可能我要 呃 分析一张图片 那 他可能是只能用 不联网的方式去 跟我分析说 这张图片 的一些效果 但我今天可能 请他分析完之后 甚至能够让他 比如说 呃 上网去找一些资料 来去比如说 佐证这些内容 或者是说可能 可以帮我去查一些资料 就是我不用切来切去 我可以直接在一个地方 去完成 那 或是说我可能 诶 比如说告诉他说 我想要呃 比如说写一篇文章 然后文章出来了 那可不可以 比如说针对这文章 帮我去生成图片 配图 那他其实可以同时 生成文章 然后又同时帮我配好图片 那或者是说 可能我想要就是说 诶 跟他讨论简报 然后 然后我简报 可能想要做某些图片 那 我就告诉他说 诶 可能就在一个地方 可能跟他沟通完 诶 简报的内容了 那接下来就跟他说 诶 那我想要什么样的图片 那你可以 就是生成一个 符合可能简报尺寸 16比9的图片给我 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或者是说 诶 可能你想临时想到 查网络的可能什么资料 然后放到简报中 那你这个时候也可以 就是说 诶 你可以帮我查 就是可能最近的哪 跟什么有关的相关的新闻 然后请他帮我列出几则来 类似像这样子的 内容 其实他都可以去做到 对 然后 再来是 呃 像这个功能 或者是说 GPTS的功能 他们可以读取图片 然后给建议之后 其实像 我们设计师 其实 在使用上 过去啦 过去使用上 可能会发现 HPT 很少跟 设计相关的 呃 直接的帮助 就是很少对设计 本身有直接帮助 可能帮我们解决一些 其他的杂事 但是以 来讲好了 我们刚刚讲说 他会图片辨识嘛 那我自己以前 在刚学设计的时候 会有 呃 会自己去分析图片 然后去看这图片 哪里好 那其实现在这件事情 是可以跟 却GPT去相辅相成 就你可以 也请他分析 就是你可以丢一张图 就是 有的人 有时候 尤其是新手 他 最大盲点 常常是 呃 他不知道这张图 可能哪里好 或者是说 设计上有哪里 特别的 那 他会描述 他会跟你描述说 他因为他可能 呃 做了什么样的 设计 然后留白 然后或者是 有什么样的 巧思 重点是比如说 一些广告好了 他其实读得懂创意 就是 他知道说 哦 这个东西是 一种创意 比如说 我之前用过一个 咖啡的 然后 那他就知道 咖啡跟提神 这件事情 就是 可能可以让你工作更长 这个东西 他是有连接的 然后 再或者是说 嗯 有看过一个案例 是麦当劳 有一个小夜灯 他是用薯条的盒子做的 然后灯照出来的样子 就很像是薯条 那 他懂这个梗 然后也说 哦 为什么可能 会用小夜灯 是因为小夜灯是 很多人 会懂的 东西 然后也有温馨啊 家庭的感觉 所以可能用这种东西 去你 做这种创意 然后是光的这种玩法 就是他可以懂这些东西 那有时候这些东西是 可能一些设计新手 或者是你是 行销创意的新手 你不一定可以马上 判断的出来的 然后甚至是说 如果你单纯就 就只是想要做分析报告 那他也可以帮你 解释很多时间 因为他可以把 第一遍就帮你 把一些东西抓出来 你有东西 你就只要重新 把它论识 甚至去补充 然后稍微调整 哎 那你的一个 就是一些创意的分析 案例 你就做完了 所以 嗯 我觉得不管是 拿来辅助学习 或者是拿来辅助工作应用 那他多了一些 可能图片的功能 或资料分析的功能 甚至联网的功能 我觉得都可以帮我们 减轻很多 负担 然后 最后 最后分享 就是想说 如果大家想要测试 呃 GPTS的应用 我觉得可以先从你 身边可能 呃 常在做的工作 就是 你手边可能 常在做一些 嗯 比如说设计 行销 企划 然后或者是说 你可能日常都会 呃 回mail 然后客服 等等 就是你可以先列出来说 哎 你日常会有哪些工作内容 那这些工作内容 它有什么 嗯 难点 或是重复性的事情 那 这件事情就可能 很大机会 你可以尝试把它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机器人 帮你去解决这件事情 呃 举例来讲 客服好了 那 有的客服 你可能 比如说文字客服 你可能不太知道 该怎么回 那这时候 你可能就可以 或者说你每次回 有时候怕不小心 没有遵守一些 你们的守则啊 或者是说 呃 你觉得每次 很麻烦 就是你其实 很熟悉这东西 但每次都要打 很麻烦 那你其实就可以 把相关的守则 技巧 都把它写进 这个GPTS里面 然后叫他参考 这个东西 然后 那你这个时候 就把客人的回复 丢进去 那他就会知道说 哦 我就要遵守 这些守则 来回复这个内容 那 你丢给他 他就回复好 你丢给他 他就回复好 那你要做的就是 确认他回复的内容 是没有问题的 你还是要做把关 这件事情 但是你会少了很多 可能 打字的时间啊 就是去构思的时间 对 那这会节省很多精力 那甚至是可能 比如说 你会需要回更多的时候 那你其实就可以节省 呃 就可以很简单的一次 就是回复很多 讯息 就加快这个流程 那其实大家套用到 其他的 工作上也是类似 就是你需要 找到自己的 呃 工作中 有什么东西 会需要 重新去 太重复的 然后或者是说 可以重新去调用AI的方式 来去解决 对 但最重要就是 你要先把它 列出来 就是你现在工作中 有什么 你把它列出来 然后这个工作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它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比如说 它是资料分析的 它是 呃 会需要很多文字撰写的 那它可能 欸 它可能可以对应到 欸 确的GPT 能不能解决 资料分析 欸 可以 那它就有机会 帮你解决这件事情 那比如说 确的GPT 可不可以设计一张图片 呃 目前来讲 不太行 它只能可能 顶多给你建议 但是它不能设计图片 所以它没办法 可能解决 我们实体操作 这一部分的功能 但是 欸 它可以解决什么 哦 我设计完图片 我可以丢给它看看 它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实际 测试过 就是一些 可能我的学院的一些图 欸 它真的可以看得出来 呃 一些不足的地方 可以调整的地方 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看出来 尤其是对于就是 可能一些新手来讲 呃 那个帮助是 我觉得蛮行住的 因为它们会有很多地方 还不足 会需要人家给建议 欸 那如果你是主管 那 这个 这件事情 其实也可以减轻很多负担 比如说 它先丢给机器人 看一遍 欸 改了一遍之后 给它的一些建议 或花的时间 检查时间 你就会变少了 对 就是 善用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解决很多 呃 困扰 好 那 今天主要的分享 就 会到 就是告语 到这边 那 会想问就是 大家有没有人有 就是想要 有问题 或想要聊聊的 就是也欢迎大家举手 那我可以邀请大家上来 一起聊聊 那 如果 没有的话 那我们 就到 这边 咯 好 那 感谢大家 对 礼拜五晚上还 就是那么晚了 还上来 10点半 10点半 大家可以早点休息 好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